我们一块开开心心的直播 然后不管怎么说 昨天阿米跟我一块回来了 跟我一块回来了 然后 我打算今天 让他开心一点嘛 对吧 也算是今天是跨年 今天算是一个跨年 小苗打算送他一样东西 送他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也是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东西 没有哭 漂不漂亮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觉得漂亮的 咱们打算两个是漂亮 然后 大家想不想知道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或者说想不想知道 昨天晚上我跟他阿米的爸爸聊了什么 想知道的话 咱们点点赞好吧 因为小苗刚刚开播 等一下我跟你们说一下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大家一起点点赞吧 辛苦了 辛苦了 阿牛 阿牛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了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阿狗通风 通风报信的 昨天我们回去过之后 因为昨天也是很晚了才到嘛 然后我才下午了才才到阿米家嘛 然后就是阿米的舅舅昨天晚上过去了 百分之百杀狗通风报信的 说实话 说实话百分之百杀狗通风报信 这都不需要说了 说实在的 不管怎么说今天反正给阿米一个惊喜吧 阿牛 哭的跟啥似的昨天 本来今天还是心情特别的沉重特别的压抑 但是想想嘛 今天不管怎么说 也是跨年夜嘛 对吧 咱们不说不开心的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大家一起戳戳屏幕点点赞 咱们右下角点的20万 然后昨天我跟阿米他妈妈聊天的内容 我昨天开直播大家有没有看 有看的大家打个有 二狗 二狗通风报信的 肯定是二狗通风报信的 这都不需要说的 知道吧 用脚子都想想都知道的 我让阿狗跟我没快回去 他没回去 这一点到时候我有点想不通 对 昨天阿米妈妈说的什么话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其实说实话 我本来是到阿米他们家里 本来说实话 是准备去做一场公益的嘛 昨天也确确实实做了 然后一共四十几个小孩吧 每个小孩给了两百块钱 每个小孩给了一个书包 反正昨天 真的挺开心挺开心的 然后下午开直播的时候晚上 因为我本来就是打算跟阿米 他爸爸妈妈这一次回去 一定要跟他们好好的聊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必须要解决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吧 叔叔阿姨各位 有些事情这是必须要解决 因为我跟阿米中间 碰到了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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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太多太多太多的问题 然后 我 当然最大的阻力可能就是阿米的爸爸妈妈 然后阿米的叔叔上次给我打电话 说不可能的啊 或者什么的 就不同意嘛 然后昨天 我就想着跟阿米妈妈 爸爸 然后坐下来一块好的聊一下 但是昨天 通过阿米妈妈 所说的话啊 我觉得 我还是挺悲观的 小苗词发实说啊 小苗说话比较直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虽然说今天还是挺 跨年夜嘛 应该开心的 但是我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开心 不起来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开心 不起来 等一下我们过去 把这些花 送给阿米 好吧 不管怎么说 还是他也说 他今天要送给我一样东西 因为他也知道 谢谢哥哥姐 叔叔阿姨们 咱们一起在公平台 打上四个字 新年快乐好不好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 过了今天 就是新的一年了 公平上面 打上四个字 新年快乐 谢谢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谢谢你们 再次的感谢 直播间的所有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新年快乐 阿米妈妈同意 我就给你们说说 阿米 昨天我跟他妈妈 见面的一些情形 我给你们说说 你们自己去分析一下 你们也帮小苗去分析一下 你们看看 或者说你们看看小苗 小苗分析的对或者不对 好不好 昨天做公益的时候 那小苗现在就说了啊 你们帮小苗分析一下 看看小苗分析的对不对 或者你们有没有全新的一些见解 好吧 咱们一起去研究一下 好吧 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咱们三号的直播啊 就是昨天我做公益的时候 这点说实话啊 虽然说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节方面 但是说实话 我听着我心里真的还是不不舒服的 实话实说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 因为昨天 大家也都知道 我在这里也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做公益的一个内容 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跟阿米妈妈也是有关的 我给你们看一张图片 你们就知道了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看这张图片 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或者说有没有发现什么细节 我相信你们应该都都能看的 看得出来这张这张图片 这是昨天小苗做公益的图片 发钱不是重点 发书包也不是重点 我再给你们看一样 看孩子 看所有的孩子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点 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一个共同点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点 所有的孩子全部都是女孩子 一个男孩子都没有 全部都是女孩子 全部都是女孩子 哥哥姐叔叔阿姨哥哥姐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首先给所有的女孩子发东西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他们那边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 很多的男孩子都是被爸爸妈妈宠的跟什么女孩子并没有知道吧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当天人太多了 小苗能力有限 当天七八十个七八十个小孩 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知道吧 后来我就我跟阿米商量我说不行的话我们就帮所有的女孩子吧男孩子就不帮了阿米说可以 然后 这也是小苗一直最想做的事情知道吧 好几个主播那个呃就是我再跟大家说哈 当天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细节哈哥姐叔叔阿姨们这就是阿米对于阿米他妈妈对于我跟阿米的一个态度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接下来我说我马上就要说你们帮小小苗分析啊你看看小苗分析的对不对 虽然说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体现出来 一个很细节的东西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当天我找了找了三四十个小孩 去给他们发东西 过来阿米妈妈 又过不是又过来几个男孩子阿米妈妈本来是想给他拉过来一块给他们发钱的 但是阿米就说了 不行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只帮助女生 然后阿米妈妈直接说了一句什么话 哥哥姐叔叔叔叔你知道阿米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吗 这是后来阿米跟我说的我说实话这句话 还是挺 至少 没帮我当自己人知道吧 阿米妈妈说了一句 反正钱是小苗发 让他发嘛又不是你发 这么一句话 哥哥结束 兄弟们 你们觉得 虽然说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轻描淡写的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在小苗看来 人家就没有把你当自己人 你们觉得小苗说的对不对 你们觉得小苗分析的对不对 觉得对的咱们打个对 觉得不对的咱们打个对 还有后面的事情 我马上我再给你 我 我再给你 我再给你说 好吧 不是说小苗这个人 是把太太太太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这就是一个细节 知道吧 还有 紧接着晚上开直播 开直播的时候 阿米 跟他妈妈在对话聊天呀 一直他问他妈妈就是小苗怎么样 他妈就说小苗是个好人 好人 但是从来就没有说 更深入一点 那对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好人 我说实话我在我在我在那里这么久了 哪个不知道我的我是个好人呢 一直在做在做公益 帮助了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肯定知道小苗是好人 对吧 小苗是个大好人 除此之外 很好 就从第一天来我们家我就就觉得他是好人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说小苗说的对不对 或者说小苗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对吧 然后紧接着我 我到阿米家了 买了一些东西 是吧 阿米当然阿米爸妈也非常的开心 这是事实对吧 很开心我过去 毕竟我把30万彩礼环境翻掉了 还有 当天我们直播的时候 哥哥姐叔阿姨们 我现在说的是 接下来这就是一个重点了 咱们一起把右小角右下角点赞 能不能继续帮小苗点点 辛苦了 等一下咱们把这次发送给阿米 但是我所说的 所有所有 都跟阿米没关系 这根本就 我只能说阿米阿米他们家里有任何的想法跟阿米 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没有任何的改变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小苗说的对不对 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阿米他家里怎么想的 跟阿米一毛钱关系 只要阿米的心是坚定的就没问题 所以说 我接下来 再给大家说说 再给大家说说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好不好 昨天晚上 紧接着我开直播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羞的 真的害羞的不行的那种 我真的超级超级害羞 是吧叔叔阿姨哥姐们知道的咱们打两个都知道 我的个妈 真的太害羞了 知道吧 太害羞了 我都不知道 说说我一个老爷们从来都没有这么害羞过 然后我就问 鼓的鼓的勇气我就问问阿姨 我说 阿姨 如果 我就让阿米问他嘛 我说阿米你问问阿姨就是 我当时提的还不是我 知道吧 当然了 我不能说 阿姨 你能不能让阿米嫁给我或者什么 那话不能问 咱们要隐晦一点 我就让阿米问 我说你问你妈妈 就是 如果 问你妈妈愿不愿意嫁到外地 让你嫁到外地 当时阿米妈妈就说了一番话 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从语气里面 我能非常非常深刻的 并且非常非常肯定的 一点 就是阿米的妈妈 是不希望 但是阿米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当天晚上大家 我想知道当天晚上 所有在看 直播的苏苏阿姨哥哥姐姐们 昨天晚上看 看那看我那一段直播的苏苏阿姨哥哥姐姐们 扣个一 看看 再看那一段直播的咱们扣个一 你们帮小苗一起分析一下 看看小苗 分析的对或者不对 我不是说吹牛逼 我在社会上跑了这么多年 我多多少少 关于人的一个心理 我还是有一些些 罢空的 这不是吹牛逼 这么多人都在看 是吧 那你们 分析分析 看看小苗说的对与否 前面呢 我也说了 阿米 立马打了个圆场 说 他妈妈 当然了 肯定是不想架的 架的外面 或者什么的 前面这个是重点 这才是真实的 后面阿米说的但是 但是说的什么 只要你喜欢也是可以的 我跟你说 后面这句 百分之百是阿米自己编的 他说 阿米就是看我听不懂 他自己编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 说小苗说的对不对 说的觉得小苗说的对的 咱们打个对 后面是阿米为了打个圆场 也为了让我心里好过一点 也为了让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妹 你们心里好过一点 你们说打对不对 觉得对的话咱们打个对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至少百分之九十 是我 我的这个想法 然后 紧接着 我就非常难过吗 真的 本来 挺开心的 叔叔阿 一下子被那个事给搞的 我说实话 真的恨不得当时 眼泪水都掉下来了 恨不得眼泪水都掉下来了 真的是一点 直播的心情都没有了 所以说昨天 播到最后就等于吵吵的就 下播了 在这里小苗也跟大家 说成对不起啊 对不起 昨天没有 好好的做 给你们直播 对不起 然后 再播的播的 我本来是打算找阿米 他爸爸 当着你们的面 毕竟我很多时候 我非常相信 你们 为什么说小苗相信你们 因为你们 我跟你说 我在这里小苗说句真心的话 如果有一点点假话 我都是 汪九蛋减一的话 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不管什么时候 小苗都会永远记着 是因为有你们 的支持 才有我跟阿米的今天 我跟阿米 我们两个经常开直播啊 或者什么的 都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才有 才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包括接下来 咱们会带 钻茶什么的 说到底 小苗说话比较 肯定还要 还要从你们上赚钱 这是事实 对吧 不但是不管 无论 如何 小苗 很多事情 我愿意听 你们的 因为你们是 会义无反顾的 站在我的身后 会站在我和阿米的身后 在这里小苗给 给大家去一宫吧 也祝大家 明天就是 新的一年了 真心的祝福 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在新的一年里能够 开开心心的 一定要 身体健健康康的 小苗在这里 谢谢你们了 真的 不管无论如何 小苗都会坚持 加油的 加油 咱们公平上面一起打上 四个字新年快乐 好不好 然后 然后 小苗再继续的 把刚刚的话说完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完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部说完 我本来是打算跟阿米 他爸爸在直播间里 聊聊 让你们帮小苗分析一下 因为你们有时候经常加小苗的 加小苗企业微信的 你们会经常给小苗发发消息 比方说 我都有认真的去看 知道吧 我都有认真的去看 有时候 可能 有时候 因为给小苗发消息 发消息的人太多了 可能有的会 认真的去给你们回复 有的可能就 发句感谢 或者什么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 有时候真心是太多了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小苗的企业微信 然后我想着让 阿米和阿米的爸爸在直播间里一起好好的聊 好好的聊 你跟跟你们一块好好的聊 聊聊嘛 聊聊 然后你们帮我分析一下 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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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怎么怎么弄 是吧 但是 阿米的爸爸不同意 他不同意在直播间里 不同意 因为 我说实话 在直播间里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放不开 或者说 也怕录屏啊 或者什么什么其他的 我说那行 这个不录 不录屏嘛 无所谓那就不录嘛 对吧 或者不不不不 不在直播间就行了 后来我跟阿米吵吵的播了 好像都9点多就下播了 对吧 下播了过之后 下播之前我就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说了 我说阿米 呃我们下播了 呃 跟你爸爸好好的聊聊 阿米说可以 然后我就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说了 我说今天晚上聊的内容 明天一定跟你们说 然后 现在 小苗就跟大家说 昨天晚上 我哥 我和阿米的爸爸聊的什么内容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我现在就跟你们说 因为你们就像我说实话 真的就像我的父父母一样能懂吗 我从小没有父母 很多时候 我没有人可以袒露心声 但是我对着直播间对着镜头 我对你们我完全可以袒露心声 真的 我在现实中我很少就流眼泪的一个人 但那天我在直播间我流眼泪了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因为你 我知道 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一样 知道吧 那行我现在就继续说 我现在就继续说昨天 跟阿米 他爸爸聊的内容吗 对对对对不起 我再反一下 再反一下 不好意思啊 然后下播过之后 当然 人家一家确实都非常的客气 坐在一块 我就 然后当天晚上几个人 我 阿米 阿牛 阿米的爸爸 阿米的妈妈 就等于我们五个人 坐在那里 就没有外人了 因为当天 阿米的小姨本来是 他也想去 但是阿米 就没有让他小姨去 为什么没让他小姨去 因为 当时我反的财力 反的财力钱 钱就是打给他小姨的 因为他小姨说实话哈 对我其实不怎么满意的 知道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帮 彩礼钱还了 人家也倒也没说什么 对吧 然后 我们五个在房间里面聊的内容 关于什么呢 其实还是 其实还是就是 我跟阿米 阿米的这个事情 其实阿米的爸爸妈妈 说的话 大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想 让阿米跟着我后面 好好的赚钱 以赚钱为主 感情的事情 他们的意思 阿米现在还小 不着急 当然 那你们两个如果真的有缘分 再做个过个两三年 也是可以的 如果真的有缘分 是吧 我们他他父母的意思也就没什么 是吧 那就不说了 没缘分 那就没有缘分 这两三年 你们 好好的去努努力赚赚钱 说的就是 大致就这么这么个内容 但是各个节 两三年后 阿米 二十三岁 如花似玉的一个年 两三年后 小苗呢 两三年后小苗呢 三十出头 到时候 你想到这里我的心真的很痛 你知道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昨天 聊的中途 阿米的姑姑 不是 不是姑姑 阿米的小姨 说乱了 阿米的小姨 也进去了 劝我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小苗 那个是吧 阿米现在 才 刚二十岁 现在 结分是不是 也太早了 就是我们那边 是吧 虽然说结分早 但也都是 结过分了 也不是说 马上就过去生活的 然后 你跟阿米 先 先这样 在一起工作 好的工作要紧 对吧 以后有钱了 咋都行 对吧 你没有钱 是吧 其实阿米的 阿米的小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还是看不起你 说你现在没钱 因为我不知道他听谁说的 听谁说的 意思就是我现在的钱 他们知道 就是从别人那边借的 知道吧 就从别人那边借的 然后就 还想让我好的挣钱吗 但是最主要是什么 昨天晚上 还有 阿米的 阿米的舅舅过来 阿米的舅舅过来 现在阿牛今天没有过来 感觉不善待 感觉不善待你的这个人 他就 说实话就 当然了也没有搞得太难看 他的意思 就过来也没有给我多好的脸色 大致的 意思就是 你来也行不来也行 或者那种 你就就就那种 给我感觉就非常不好 知道吧 为什么阿米的 叔叔对我 这个态度呢 其实我也分析了 因为他 他们那边 如果一旦女孩子 嫁给 嫁给其他民族的 或者外嫁了 是对于他们脸上 很丢脸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他们都 就不同意这个事情 所以说他叔叔 反 意见是最大 然后我当时看 情况不对吗 我就打算 阿米你叔叔 出去 咱们 直接就就走吧 我在这我一天都待不了 知道吧 阿米说那行吗 阿米 还是听我的吧 终于收拾好了 我们就准备走了 还没还没走呢 阿米的舅舅过来了 你你们两个走可以 把阿牛留下来 后来阿牛 没办法 哥哥姐叔叔阿姨 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们也不要怪小苗 阿牛这一次没能来 然后就 我跟阿米 一块走的 阿牛 至于后面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了 真的叔叔阿姨哥哥节目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 今天 但是小苗必须要说一强调 很重要的一个点 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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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 永远都是一个好女孩 我希望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不要把节奏带到阿米那里 跟阿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阿米是非常非常 心里有我的 我让当天晚上 阿米刚刚到家 我让阿米 我说你今天跟我一块 就走吧 义无反顾的就跟我走 其实走着之后他叔叔 还他小姨都气得肚子都疼 想让他在家多过两天 想给他再洗洗脑 知道吧 让阿米知道 跟小苗这家伙是吧 一块让他带你赚钱可以 不要不要陷进去了 不要不要不要怎么地了 对吧 然后 阿米没有听他们的 直接就跟我一块走了 所以说今天不管怎么说 是跨年夜 小苗给阿米买了一束花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 阿米看到我不开心 其实昨天晚上我们开车回来的时候 他也在流眼泪 知道吧 我希望他今天开开心心的 我现在给阿米打个电话 要不咱们不打电话 咱们直接就去找阿米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去找阿米 好吧 其实我这匪一直都在门口 我们现在就找阿米 不打电话了 就几步远 说实话本来就几步远 我一直就就在这附近了 好吧 我估计阿米也有可能在看我直播 这就不说了 咱们现在就去找阿米 好不好 咱们把这一束花送给他 哥姐说上 你们看这发票不漂亮 觉得漂亮的 咱们打上两个就漂亮 很漂亮是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送给他 我们现在就去送给他 阿牛没有过了 阿牛现在还在还在阿米他们他们家呢 有也有可能 再说吧 我只能说 我倪菩萨过江 至于阿牛的事情 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我是管还是不管 我听听你们的 要管的咱们打个管 要不不管的话 咱们打上两个就不管 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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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真心的 我们现在就去找阿米 现在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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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敲门 已经到了 叔叔阿姨哥哥姐们 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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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说实话 我也觉得 等一下 等一下 直播间的说阿米开门了 我还有些话 我想 问问阿米 有可能在上台说 我先跟你们说说 我跟你们商量一下 叔叔阿姨哥姐们 等一下阿米开门了 然后 我想问阿米几个问题 好不好 你们觉得行不行 我这几个我想问问阿米几个问题 说实话 你哥姐叔叔阿们 毕竟一年多 啥也不说 好吧 我先敲门 好吧 我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等一下问阿米几个问题 阿米 我的个妈呀 跑哪去了 那不行 我自己开门了 我自己开了 我有钥匙 阿米 阿米 不在家 不在家 各位姐叔叔阿姨 我给阿米打个电话 我来给阿米打个电话 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问他到哪了 当阿米过来 反正有几个问题 我确实是需要问他一下的 给阿米打电话 喂小标哥 我忙得很 我那个下午 就是中午的时候 我表哥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就是那个山头有货 然后带我去看了吗 然后我现在还在那呢 我跟你说 我我的天 我开心死了 知道吧 我今天收到了 我今天收到了那个呃 被摸 但是收到了一点点 但是不多 还收到了 恶交包子 我开心坏了 知道吧 因为你也知道的 我们最近 如果最近没有收得到货的 阿米 你说你提到收货这个时候 我跟你说一下啊 接下来我们打完过年这个月 三货就不卖了 啊 三货这个这个月就不卖了 因为等你回来再说吧 你收就收收收收到收到就不说了 你你现在回来了吗 呃 我现在的话 我跟我表哥在路上的反正好 那赶快回来赶快回来 我们等你了 等你你过来 我有几个正好送你要东西也是一方面 然后还有几个几个问题想想跟你聊一下 探讨一下 那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在我在坐着地方呢 直播到这里啊 哦 搞快搞快搞快 你在那等着我 我正好也往这边赶 我差不多几分钟就到了 好呢 那可以几分钟就到了可以 快点快点 我们都在等着你呢 哈 好的好的 阿牛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小牛哥 阿牛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 哎 回头见面再说吧 好吧 见面再说吧 见面再说吧 你快点快点快点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在等着你了 好行行 那我快过来 我反正也快到了 好好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这丫头真的 我有时候我都 对他真的真的是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今天跨年夜 又去收货去了 我本来我们两个 昨天晚上三个人开车 我和我表哥开的车 然后他坐在车里 然后都本来就比较辛苦了 又去收货去了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现在 这阿米还没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想问阿米几个问题 我提前跟你们说 是什么问题 好不好 好不好 叔叔阿姨哥姐们 我我现在就先跟你说 好吧 跟你们说 跟你们说 好不好 好 我现在就先跟你们说 然后你们帮我 帮我想一下 我问的这几个问题 行不行或者不行 真的 这几天 心里还是真的 说实在的 还是挺难过的 说实话 各位姐叔叔阿姨们 对不起 真的也算是 让大家操心了 挺对不起大家的 真的挺对不起大家的 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还是我想 问一下阿米 的一个心 够不够坚定 就是还有最主要 就是很重要一点 是什么呢 我在想 如果 阿米的父母 就是不同意 或者或者说 对于这个 我跟阿米的感情 这个东西 就是 不怎么拿啥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想看一下 阿米的心 够不够坚定 我先把门关上 或者说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把这个事情 给破个局 是吧 我说实在的 我真的 我现在都多大了呀 快30岁 我是真的等不起 有什么办法 能把这个事情 给破局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谁呀 谁呀 说话呀 你不说话 我不开啊 开门呀 开个门怎么 还不说话 开门 阿狗 开门呀你 你干嘛的 我在开直播 那你干啥 我干啥 我当然来找人了 你找谁呀 找我 找阿牛呀 你别在那扯阿牛 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来好吧 你你你还在那装 什么阿牛前天不是跟你们回去了吗 回去了他根本就没有来 我不压制你开门 我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你我给你开门当我直播 阿牛真的没来 我骗你 我是小狗 我是王八蛋还不行吗 他不是跟你回去了吗 你不要在那给我装 我跟你说 昨天晚上你爸爸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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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阿米家里 不让不让阿牛走 我阿牛才没来的 你自己给你爸爸打电话 你就使劲装 你你我你过来你想干啥 有什么事 想过来找阿牛的 我怎么知道 你回家就能找到他了 回家我不见阿牛 哥哥姐 苏大爷们 你们你们说要不要给阿狗开门 开门 你们说要不要给阿狗开门 我姐他 我来问我姐阿牛去哪了 我觉得你你这次过来绝对没安好心 开门 到底开还是不开 你过来干嘛 你跟我说什么事 我就是来找阿牛的阿 阿牛不在 我要骗你 我是王八蛋还不行吗 你开门我来问我姐 我就 我提我提我姐的 行行行 我给你看 你要不能怎么找我 来吧 我姐他阿牛呢 他俩阿牛 昨天 没有过来 他不是跟你们回去 你们不是带回去了吗 我四个都带回去了 但是他昨天晚上你爸爸 你爸爸 到阿米家 阿牛昨天 没来成都哭得 哭得稀里发了 你会不知道这个事 你别在那扯了 我跟你说 你今天过来 八次是因为阿米的事情 什么 不可能因为阿牛的事情 什么巧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现在来找阿牛 过跨年了 什么我怎么知道 阿牛真的不在 你现在可以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问问我 我有没有说法 我打个电话 是吗 什么鬼 我的个妈 我都无语 你到底是是是是是是 过来找阿牛的 还是找阿米都有 你 你要说你不知道 你要说你不知道 阿米过来了 我是真的不一点都不相信 阿牛不来没来 我是一点都不相信 别在那扯了 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嘛 对不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嘛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我把指甲弄一下 指甲打电话 你问清楚 看看有没有 我也没有 有没有一点点说话 是呀 那个你起路的 他现在给他爸爸打电话 他现在给他爸爸打电话 他现在打电话说啥一个人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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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骗的 确实我问了 没有 真的被我玩了 你要是想 你要是想找阿牛 你现在可以可以回家了 让你爸爸给你打点钱 你就可以走了 一天天的 我现在给阿米打电话 问他到哪了 你回来了吗 搞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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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狗又过来了 我都搞不懂他到底来干啥的 你赶快来赶快来 到哪了 好好好快 我没有骗你吧 你过来干嘛 你该不会又来换我要钱的话 我跟你说 你这一毛钱我都不会给你的 谁是 下一个你要钱 我就是来扎 那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为什么我要走啊 你在这干嘛 我好 你什么意思 这还是我姑姑家呢 我就为什么不在这 这个房子是我租的 这是你姑姑家 你问问你姑姑 这到底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姑姑家的房子 你可以走了 我去我跟你说 我心情烦的很 你现在可以走了 好吧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现在心里烦的很 你可以走了 二哥 你烦的关我什么事啊 我看到你我更烦 什么了 又怎么了 我又没倒了 我来找阿牛 他们怎么了 又什么问题 没问题 你走就行了 阿牛 你跟你爸爸也打过电话了 阿牛确实没来 对吧 你 你想不想跟阿牛 阿牛结分吗 你直接就可以回家了呀 回家就可以结分了呀 这是我管不了 我也没精力管 我也没能力管 什么没精力管 我爸说阿牛不在那家 他不在家 不是跟着你们来是吧 你刚刚还说在家了 这回又不是 又说不在家了 你不信啊 我给你 我给你听我爸 我的个天呀 哥哥姐说的 对天发誓 他刚刚还说 还还还回去了 这回又没回去了 你是来搞笑的吗 你走吧 我真的我不想再多看你一眼 说什么 好像我想看你一样 走就行了 走就行了 阿牛是被我爸留在家里了 可是他不现在就跑出去了 这什么意思 不是你们带的吗 跑出去了 对呀 不然我会急着来这找吗 我对天发誓 昨天晚上 我没有把阿牛带过来 你现在给阿牛打电话 你觉得 他要是接我电话 我会来找你吗 你的事情再说 好吧 我自己的事情 我都理不清 我现在给阿米打电话 问阿米到哪了 阿米啊 阿狗过来 他说 他他他说阿牛 阿牛昨天晚上 他那个 你舅舅不是给他留下来了吗 但是但是又走了 这是这是什么情况 我过来跟你讲吧 好吧 小牛哥 我现在差不多一分 你两分就去到了 我到那个村口了 快到了 好见面说 好吧 见面说 好好好 你看就是你俩把阿女 抢起来了 谁要给他抢起来 谁都王八蛋 要不是你们阿牛 会这样天天出来吗 真的 你不要在那学口喷人 我再跟你说一句 我昨天阿牛没过来 我都心里难过的 难过的钥匙 我实话不满的 等阿米过来 过来咱们很多事情一起聊吧 对不起啊 叔叔